7月20日,香港隐形任大华在广东中山出席居然之家开业典礼,突然有一名会议男子上台袭击了任大华,任大华腹部被刀捅伤。 据悉,现场安保一开始以为该名男子是粉丝,因此没有拦下,随后有网友爆料行凶原因称,捅人的男子戏搞错了对象。 由于居然之家拖欠工程款,工程负责人原本希望借捅商、开发商搞事,但该名行凶者搞错了人,因此误伤了任大华。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